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清爽素菜 海鲜菇炒丝瓜的做法 做出来比红烧肉还要好吃 口感清甜鲜嫩 营养丰富 好吃,还不用担心长胖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两条新鲜脆嫩的丝瓜 先给它去掉头颗尾 然后再用削皮刀 给它削去薄薄的一层外皮 就可以 去皮后,我们再给它切成滚刀块 丝瓜是大家常吃的蔬菜之一 丝瓜的药用价值也是非常的高 具有润肤美白 健脑,活血通落等效果 平时我们多吃点丝瓜 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特别是这个盐热的夏天 还可以补充水分 全部切好后 给它放入大碗中 加入多点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点白醋 给它浸泡10分钟 这时候我们再来准备一把海鲜菇 先将它切去根部不要 再给它拌均一把海鲜菇 一朵一朵的给它分开 处理好之后 处理好之后 用刀给它拍扁 然后再切成蒜末 切好 给它放入小碗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丝瓜也泡好了 来看一下 依旧非常的雪白 一点也不会氧化变黑 给它捞出来 放入大碗中 控干水分 将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 把切好的蒜末给加进来 煸炒出香味 炒香后 再把海鲜菇也加进来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接着再把丝瓜倒进来 翻炒均匀 使食材混合在一起 稍微多给它炒一会儿 炒出锅气 再给它盖上盖子 焖煮两分钟 把丝瓜给它焖熟透 时间到 我们再打开盖子 哇 已经是非常的鲜香啦 海鲜菇搭配丝瓜 真的是绝绝子 调味只需要加入一点食盐 和一小把生菜虾皮就可以 吃的就是它本身的鲜味 最后再淋入水净粉 把汤汁收至浓稠 丝瓜和海鲜菇都裹满了汤汁 真的是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像这样 咱们就可以出锅 给它装入盘中 一道先掉眉毛的海鲜菇 炒丝瓜就制作完成啦 菌菇和丝瓜一起烧 鲜甜爽口 好吃还不胖 丝瓜翠绿不发黑 营养丰富又下饭 主要是做法也简单 看一遍就能学会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